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谢宇 今天我来到了宁夏银川市姓平阳光残疾人脱养服务中心 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在这里体验特殊学校当教师的一天 姓平阳光家园残疾人脱养服务中心是一所残疾人学校 里面有58位致力残障的孩子,按照年龄被分为大班和小班 今天为我指导的老师叫刘亚杰 她已陪伴孩子一年多,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也是孩子们的半个家长 您好刘老师 你好 我是今天的实习老师谢宇 请您给我讲一讲,今天我们都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的孩子就是大部分都是致力发展之后的这个孩子 咱们尽量跟孩子表达什么的时候慢一点,慢慢跟他们说就可以了 好的,明白了 好的,谢谢刘老师 那我们开始吧 虽然姓平阳光家园残疾人脱养服务中心的教学环境十分简陋 却挡不住同学们有一颗热情的心 他们不能像正常学生一样系统的学习知识 老师就教他们朗朗伤口的诗词歌赋 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是苏式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今夕是何年 伴随着孩子们流利的诵读声 诗词课也到达了尾声 来到了大课间的休息时间 下课了 现在我们去打球 平日里 孩子们从课间到中午吃饭前都是活动的时间 今天看到了有我这张新面孔的加入 他们将我团团围住 小一点的孩子喜欢缠着我 让我抱抱他们 刘老师说 他们喜欢结交新的朋友 他们会在操场上情不自禁的舞蹈 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 我既要鼓励他们有运动天赋 也要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情绪 让我深感留老师平日里的不容易 转眼就到了午饭时间 我结识了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七年的生活老师 王小玲 平日里她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才能睡去 你不像正常孩子 他进去了 今天一见老一进去就睡着了 他们不 他们起码就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还两三个小时 吃过午饭后 刘老师带我到办公室 给孩子们批改作业 虽然学校里能写作业的学生不多 但是刘老师每天还是会收起作业进行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大班的同学写的作业 字迹非常的工整 可以说态度是非常的认真 在下午气温最高的时候 刘老师带着我给孩子们洗头发 一是明天中秋节就要到了 二是今天是周五 孩子们该回家了 今天小新带大家体验了在特殊学校当老师的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 比起正常的学生啊 这里学生其实更需要关心和陪伴 也就需要老师付出的更多 那在教师节到来之际 也祝天下所有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在这对您说一句 您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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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